非洲国家南苏丹一架小型客机从首都珠巴起飞之后 坠毁在该国中部一座湖里 事故导致20个人不幸丧命 另外还有三个人侥幸生还 目击者形容坠机现场附近遗体遍布 南苏丹航空管理部门目前正在调查事故原因 非洲国家南苏丹一架再有23人的小型飞机 当地时间星期日早上坠毁 事故造成机上20人不幸罹难 只有三人侥幸存活 死者包括至少三名儿童 机师、副机师、一名红十字会人员 以及一名主教 至于逃过一劫的包括一名六岁儿童 一名意大利级医生以及一名成年男子 根据了解 失事飞机是一架19个座位的小型飞机 当时飞机上再有23人 可以说是已经超载 东湖泊州信息部长塔班艾比勒透露 这架飞机当时从首都珠巴飞往东湖泊州 抵达东湖泊州时 由于天空有浓雾 当飞机尝试着陆时 却坠入湖中 目击者表示 意外发生后 他们赶往现场抢救 搜救人员从湖里打捞出多具遗体 南苏丹航空管理部门 目前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NTV7综合报道